称呼中国人为老乡,乡隔万里的南美小国,百分之十居民为啥有华人血统,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维地图鉴上,说到秘鲁,大多数人应该都会一脸茫然,毕竟我们实在很少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,能知道他在南美洲就算是地理学的不错的人了,不过要认真论起来,秘鲁和中国还有着不浅的渊源,毕竟秘鲁的华人之多是世界范围内都能排得上号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。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,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,诞生过全美洲最早的人类文明,这里也是大航海时代前美洲最大国家,印加帝国的所在地。 公元16世纪,西班牙帝国打败了存在近600年的印加帝国,并在此地建立了秘鲁总督区,从此,秘鲁开启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不幸命运,直到公元1821年,秘鲁才真正获得独立,如今的秘鲁是总统治议会民主共和国, 面积位居南美洲第三,共划分成25个行政区,秘鲁的地貌丰富,南北被一条安地斯山脉所纵贯,西部虽然靠海,但却留不住水分,因而是较为干旱的平原,东部则是茂盛的热带雨林,秘鲁作为发展中国家,整体经济实力较弱。 全国大约有一半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下,主要靠农、鱼、矿、林等产业作为收入来源,有意思的是,这个远隔重阳的国度不仅和我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, 而且在该国官方语言西班牙语中,老乡一词用来专指中国后裔,广东话,吃饭一词则演变为当地人对于中餐厅的统称。 2008年时,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,秘鲁方面表示沉痛哀悼,还特地在第七天时降半旗致哀,令人动容不已。 很多人或许会好奇,为何秘鲁人会叫中国人老乡呢? 其实,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,首先根据一些历史研究结果表明,秘鲁早期的莫奇卡文化和中国的商朝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 相隔重阳的两地,居然有着高度相似的信仰,服装和生活习俗,实在是令人浮想连篇。 秘鲁人信奉的本土神灵,叫纳拉姆普,是一个有着中国人那样黑眼睛的高大男子,纹身,头插黑鱼,自海上漂流而来。 许多秘鲁学者认为,商朝文化就是纳拉姆普带来的,到了明清时期,一些中国人飘洋过海,来到了秘鲁经商或是打工,秘鲁独立后。 面对地广人稀的现状,该国急需劳动力建设发展国家,于是在道光29年,签下了中国的75人,作为第一批契约华工前往秘鲁支援建设, 在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,十余万华人远赴秘鲁打工,如今秘鲁的中央铁路和许多公路,矿山,港口等,基本都有着中国劳工所留下的血汗, 在秘鲁首都立马,逐渐形成了大型的华侨聚集区,许多华侨都住在那里, 这也是拉丁美洲最著名的华人社区之一,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在秘鲁的3000万人口中,超过300万人都具有中国血统。 这也正是秘鲁人会叫中国人为老乡的最主要原因,卖猪仔,最大规模的华工南下地是东南亚, 但是除了东南亚之外,美洲也是华工经常去的地方,19世纪西班牙没落,拉美地区逐渐独立, 其中,秘鲁在1821年的时候宣布独立,虽然独立了,但是当时秘鲁国家内部的大环境非常动荡, 一直到1840才逐渐稳定,秘鲁经历了20多年的飘摇不定,已经严重破坏了秘鲁的经济发展, 当时国内非常缺乏劳动力,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秘鲁。 在1827年,只有不到150万人,而在1836年,却只剩下130万人,鸟粪肥料和种植园农业都是需要大量人力的, 这两项是秘鲁的经济支柱,这时使用黑奴显然已经不可能了, 1854年,秘鲁也被迫废除了奴隶制,如果欧洲移民的话,秘鲁并没有什么吸引力, 但是秘鲁正是需要用人的时间,1849年11月17日,秘鲁国会颁发了一项移民法, 里面规定,凡是移民50名10岁至40岁的外国人, 每引进一个人国家就会给他们30比锁的奖金。 这条规定是具有法律效果的,但是,没想到这条法律吸引来的都是中国人, 甚至以至于后来这个法律被称为《华人法》,在秘鲁打工的华工。 据统计,1850年2月到1853年7月,近三年半的时间, 秘鲁一共引进了3932名移民,其中有2516名。 都是中国人,1096名德国人,还有320名爱尔兰人, 当非洲的人贩子看到了秘鲁的法律规定有利可图的时候, 这些华工是他们在广东、福建, 以欺骗的手段骗去的,甚至有些是被绑架到秘鲁。 1849年10月15日,第一批契约华工75人,乘丹麦船费德里科、吉尔莫号到达秘鲁, 这是第一批到达秘鲁的中国人,除了华人之外,也有日本的劳工去秘鲁。 根据统计,截止1936年,秘鲁已经有日侨23000人, 日益后代还曾经出过一名总统,阿尔维托,腾森总统, 华人打工仔尔后被人贩子用烧红的烙铁打上,C的烙印, 代表着China,随后就被扔到船舱底部, 当时船上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,从澳门到秘鲁需要4个月。 船舱上的通风,卫生饮食条件都特别差, 大部分的华人都死在路上,如果发现受到欺骗的华人一旦反抗, 就会立刻被捆起来扔进大海里面, 1874年,秘鲁外交部长阿归罗在会议的备忘录中写道, 澳门到卡亚俄之间的苦力贸易是野蛮的, 这是对中国的蔑视,1870年10月, 一些华工杀死船长和八名水手之后, 夺船返回清朝,但当时的清朝政府为了讨好西方人, 有16名华人打工仔回到中国之后, 被地方官逮捕后杀头,经过这一条尸骨累累的道路。 1849年到1874年这25年间, 秘鲁的中国人已经大约有12万了, 华人在秘鲁的生活, 在秘鲁华人过的日子几乎和黑奴差不多, 被形容为仅比牛马强一点, 他们大早上不到4点就要起床, 起床之后就要立刻前往鸟粪场, 矿上等地方开始一天的工作, 身边的监工时常会拿着枪指着他们干活, 夜幕降临的时候, 劳工们可以收工休息, 等待所有人都进入寮棚的时候, 大门就会啰嗦, 而这些劳工的活动范围就只是辽棚的一小片区域。 在秘鲁做苦工的劳动强度十分大, 待遇很低, 努力和收获根本不成正比, 有累死的, 病死的, 自杀的, 这些人根本不在少数, 一位美国领事在关于秘鲁的报告中写, 有很多中国劳工累到无法直立行走, 但是监工逼迫他们跪着挖鸟粪, 无法想象他们在那里的工作条件有多么恶劣, 可能只有死亡可以让他们平息心中的不甘, 所以每天必须增加监工的人数, 防止劳工寻求死亡, 华人起义, 条件这么恶劣的情况下, 为什么不反抗呢? 当然有人反抗, 这些华工里面有很多都是参加过太平天国战争的, 1870年9月4日, 卡纳德种植园里面的500多名华工, 抢了种植园主人和监工的武器, 反手就把他们杀死了, 随后夺得50匹马, 组成了骑兵队, 去解救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同胞, 虽说起义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1200人, 但是这一造反的举动, 引来了大批秘鲁军警镇压, 导致一多半的人牺牲, 华人的遭遇引起了很大的国际问题, 清政府自己都觉得脸上挂不住, 1873年, 李鸿章和秘鲁大使根据秘鲁虐待华工这一事件进行了沟通, 第二年, 清朝朝廷就和秘鲁建立交好, 受到建交的影响, 在秘鲁打工的华人待遇稍微有些好转, 但是由于清朝的腐败, 也没有华人愿意回国, 只是留在了秘鲁, 数十万华人留在秘鲁, 与当地的黑人, 印第安人, 拉丁人通婚, 随后安身立命, 自此之后, 华人渐渐在当地不再是苦力了, 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, 在秘鲁打造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, 1890年到1930年, 又出现了一大批中国移民秘鲁的事件, 这些移民或是打工, 或者是从商, 在秘鲁的沿海城市, 渐渐出现了大小规模不一的唐人街, 直到1930年, 秘鲁重新规定了移民方面的政策, 移民这一情况才逐渐减少, 在长时间的通婚和传宗接代的情况下, 秘鲁有华人血脉的人, 也就越来越多, 广东文化自然就成为秘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 而秘鲁的华人也是中国和秘鲁重要的联系纽带, 2009年纪念华人抵达秘鲁的160年大会上, 秘鲁加西总统泽子致辞上表示, 中国移民在秘鲁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 中国移民就是吃苦耐劳, 遵纪守法的代表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